1月22日晚张鑫一纱和华晨宇弹钢琴的背影照片称 年轻的小伙子在火锅吃嗨搜楼了一去之后 并负责地说 只有最高音那个剑音不太准其他都OK 好的知道了我们凡人即谈不到那个剑 更唱不到那个音 照片中华晨宇坐在钢琴前认真弹奏着背影帅气迷人 此微博曝光后网友纷纷为观并留言称 我们凡人不会跟小伙子一起吃火锅 有个二姐正好把她养胖胖 二姐帮她剪个头发吧 张鑫一俏皮表示 没有智琳我不太敢 举悉张鑫一华晨宇和林智琳三人相识于花样姐姐 并结下神后友谊 不仅私下长聚会约火锅趴 张鑫一更是为华晨宇演唱会助攻 那么当初的剪头发是什么个 原来节目中华晨宇更在林智琳与张鑫一两人帮助下 完成了一个全新的二锅头造型 他搞笑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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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